DLINK的工程师 嗨,大家好,我是ADLINK的工程师高杰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ADLINK新推出的 AI Vision Kit 这台AI Vision Kit总共有三个特点 请大家看这边 接下来就让我实际开箱给大家看看吧 首先拿起Type-C Adapter 连接键盘滑鼠在USB接口上 接下来拿出Type-C所附线 连接在Type-C Adapter的Type-C接口上 连接萤幕的HDMI线到Type-C Adapter的HDMI接口 接上Type-C Adapter的电源 最后使用Type-C所附线连接Smart Camera 上电后会自动开机 确认Smart Camera上的指示灯 绿灯代表有通点 橘灯闪烁代表开机中 橘灯恒亮代表开机完成 接下来为大家示范我们 AI Vision Kit里面 所包含的两个AI应用 跟两个AI范例 首先先为大家示范AI范例一 那我们使用的是物件侦测 用的是SSD的AI模型 那大家只要打开我们桌面上的快捷径 叫做Object Detection 双击打开范例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物件侦测的范例程式 开始执行了 那只要一些比较常见的物件 像是人、键盘、滑鼠 其实都可以被侦测的到 那结束的话 只要直接关掉视窗即可 接下来为大家示范的是姿态侦测的模型 那我们使用的是PostNet的AI模型 那大家一样双击桌面上PostNet的快捷 那一样这个模型的话 会把人的所有关节节点都找出来 一样关闭视窗结束 接下来为大家示范的是 我们存放的两个AI应用 第一个的话是电子围灵 大家只要点开这个Event 那什么是电子围灵应用呢 请大家看接下来的影片介绍 电子围灵应用呢 就是在我们你样相机所拍摄到的画面范围中 框出你的警报区域 当有人员进入警报区时 就会发出警告讯息 那这个电子围灵的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入侵这个框框的时候呢 我们的限制区域会发出警报 那如果你想要更改这个限制区域的话呢 只要双击我们的桌面的快捷E-Fence Edit ROI 使用左键框选你需要的区域 最后使用右键按一下 把最后一点跟最低一点连起来 就可以完成你的框选 按下ESC结束 结束之后呢 您就可以看到限制区域被更改了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第二个AI应用 那我们这个做的是标准化操作流程管理 那这个AI应用是做什么的呢 请大家看接下来的影片介绍 就是人员在进入无程式前都需经过预程式 而这个应用案例就是 确认人员有没有按照标准举起双手 来吹掉全身的灰尘 以达到预程式减少落成量的目的 那这个AI应用呢 我们使用的是姿态侦测的模型 那它会侦测到关节点之后 确认你的手的位置 那确认你是否有把手举起来 那以上就是我们放的两个AI范例跟AI应用 更多问题请上ADLink官网 由机器视觉专家群为您解答 谢谢观看